好 耀武TV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星期天大家来聊天 我是职业聊天家唐湘龙 今天我们谈两件事 第一个并不是我擅长的 不过这件事的事情 我有一点点的感想 就是前两天的时间 我们看到李克强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 他办的一场的全球企业家视讯特别对话会 19号 好 当然中国的领导人参加这种视讯对话会 有什么很特别的吗 有 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对话会 参加的有50多个国家的 看到这个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的 有50多个国家的400多家企业 他表示什么 他表示就是说当中国大陆 在公布了他上半季的经济成长的 一些相关数字之后 全世界都很关注 全世界都急着想知道 中国的官方自己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们需要中国官方的一个够权威性 有代表性的说法 这不是出来开记者会的某一些的经济专家 自己的解读或者把那些数字 就数字的表面当中去拼凑一下 他想要知道的是大陆的官方的领导班子 有代表性的领导班子到底怎么看的 所以李克强参加了这样子的一个会议 李克强的讲法当然基本上面 我觉得就很务实 也很理性 也很人性 他没有用那种的惯性的 这种的官方宣传的口吻 觉得没有问题 我们的经济数字都很好 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就是说上海的封城的阴霾 所以接下去下半年的经济表现一定是很亮丽的 中国的经济没有什么问题 5.5%一定可以达标 他没有这样讲 他在强调的就是说 上半季的这些经济数字出来之后 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国大陆经济恢复的基础不牢固 仍然需要很艰苦的努力 那才能够达标 同时那个5.5%那个数字是可以保持一些弹性的 就是大家都在质疑说 你习近平说的5.5真的办得到吗 因为简单的算就知道你上半年2.5 那你现在下半年要达到 你要全年达到5.5 你下半年的实时经济成长率一定要达到8.5 那下半年你要达到8.5 怎么办得到 现在的全球的经济除了中国还有一些正面讯息以外 其他的都是一片黑 那中国是一个出口贸易的比重这么高的地方 所以你从现在全球的经济的情况 你认为中国大陆要独立达到8.5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目标 在半年之内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李克强的讲话会让这些参与者 第一个安心觉得给中国的官方的对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认知是务实的 第二个是承认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当下其实是在一个艰苦前行的过程还要继续努力的 同时强调对外的开放的政策是不变的 然后对于对就业跟物价的稳定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下半年是一个调整的阶段 当然现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到了7月底了 那8月份的时候是整个的大陆的领导班子要开融团会的时候 他们要到北戴河 北戴河出来的时候大概就会比较知道中国大陆对于接下去的一些 一些领导班子的集体共识的一个操作的方式的看法是什么 8月中旬之后大概就会比较清楚一些 但基本上面现在上半年你所看到的大陆的经济数字 你如果光看第二季0.4上半年2.5当然不好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不好相对世界各国来讲 那已经算是相当好了 好那我唯一能够提供给大家就是说你预判一下 那中国大陆现在下半年 我说取户上的得乎中 那李克强讲的5.5%是一个有弹性的数字 就算不达到5.5% 好那我们达到4.5% 4好了 如果达到4%的话 那你从2.5%要达到4% 那他告诉你什么 就是你下半年 下半年你经济成长率要达到5.5 下半年要达到5.5 全年才能够达到4% 那如果达到5.5的话 以所谓的GDP 就经济成长率的编程的公式来看 那你要下手的地方一定有三个 第一个进出口 你的进出口必须要保持旺盛 你的出口减进口的这个数值不只是正的 而且一定要漂亮 像上半年一样 可是上半年为什么漂亮 因为你的进口很明显的是减少了 出口虽然也有增长 可是你的进口也减少了很多 那下半年可能会持续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第二个就是你的投资 那投资包括公共部门的投资 那这些都一定会在公共部门的 就刺激紧记的措施上面会起带头的作用 这个其实也已经看到了 而且所谓的基建基础建设 已经从我们之前讲的铁工机 铁路公路 然后机场慢慢转移到 其他你看不到的这些数位化的 这些基础建设的部分 好那第三个是什么 是消费的力道 你消费的力道 其实以现在中国大陆来讲的 它的消费力道 14亿人的消费的力道 如果能够提升个两个三个百分点 那个就非常非常惊人了 所以中国大陆今年下半年 在刺激消费提振大家消费信心 这件事情上面 尤其是中国人普遍来讲 储蓄率都是高的 其实是有增加消费潜力的 这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的百分之五十人 早就口袋都已经空了 你要刺激消费 刺激不到他们 可是中国大陆是办得到的 中国大陆只要信心够的时候 大家把口袋的钱先拿出来用 下半年的经济的势头 信心够了就可以上来了 所以如何刺激消费 讲到刺激消费 可能很多人会说 那就给奖励 那就给补贴 那发现金等等 我不知道 我说这些可能有一些的地方政府 已经在做了 那会不会全面的做 我不晓得 可能就各个地方会去做 让各个地方去比赛 各个地方政府自己去比赛 看给你设定的目标 你能不能打标 这个在大陆永远是有用的 另外有一点可能是重要的 就是因为GDP的编程的时候 大家都是看美元的 以美元计价 那以去年来讲 美国的GDP以美元计价 22.8兆美元 中国大陆是7.8兆美元 中间其实还差了将近5兆美元 那如果今年中国的经济的成长率 比美国好 但是如果希望在整个的GDP 就美元计价的计算上面 能够达到4%或者4%以上的 经济成长的目标 那美元现在的强势 从人民币的角度来讲 人民币一定要升值 那当然以现在的人民币来讲 它有升值的条件 因为它的进出口贸易 这么的旺盛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逆差来讲 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人民币 当然还是有升值的空间 好 这几个呢 在经济上面的变相 跟它的方向 大概是可以研判 应该会发生的事情 可以当做大家观察下半年的 大陆经济的参考 好 那有关于政治面的部分 虽然大家都在关心 就是说佩洛西亚等等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谈很多了 我们先放着 我比较关注的是 是整个的 整个的就是说东北亚的 东北亚简单讲 就是日本 然后两韩 再加上中国 俄罗斯 以及境外势力 美国 那美国在全世界的离岸军力 就除了美国本土以外 它海外的离岸军力 摆最多的就是在东北亚 就是在日本跟韩国 那就军事基地来讲 除了德国以外 那军事基地 海外基地最多的 也是日本跟韩国 日本跟韩国加起来 是美国海外基地最多的 驻军最多的 装备最多的 美国的重返亚太已经讲了 它把60%的军事力量 移往西太平洋 干什么 就因应中国崛起 在今年2022年 之前有很长时间 过去 过去我也讲过 就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 在韩战以后 韩战以后 美国去打越战 美国打越战的过程当中 东北亚38度线画完了之后 其实就没有发生灾 再发生过重大的冲突 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冲突 整个的潮半岛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 虽然大家互相喊着要统一对方 但是相安无事 相安无事 在整个的韩战之后 虽然朝鲜关门做皇帝 它的发展相对于全球来讲是落后的 可是日本跟韩国跟台湾都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 因此在做中国的外交政策研究的时候 普遍认为 中国在韩战之后 在整个东北亚的外交的操作 尤其因为日本侵华的罪行 使得日本充满了罪恶感 充满了愧疚感 那对于对韩国对中国充满了这种的罪恶感 所以中国跟韩国在对于日本提出 提出各种的这种的政治主张的时候 日本基本上面都不太敢大声回话 所以整个东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的稳定性 就显得很高 中国在这个地方的操作一直都很成功 尤其你看到日本 日本是什么时候跟北京建交的 今年是中日建交的50周年 美国是1979年的1月1号 才跟北京正式建交 才签署了建交公报 日本不是 日本是1972年 日本1972年 当1971年 北京取代了台北 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取代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 隔一年日本就觉得苗头不对了 就赶快就跟北京建交了 日本跟大陆建交今年是50周年 刚好是半世纪 韩国是倒过来 韩国因为跟台湾有这种的兄弟之邦的情谊 韩国就很挣扎 挣扎到后来的时候 他成为亚洲国家几乎是最晚跟北京建交的 他一直到1992年 才跟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 断交的时候台湾那个时候李登辉的时代 大家还把韩国批了一顿还断航 中韩之间还断航 韩国做那个决定 在他的感情上面来讲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是非常的挣扎的 可是1992年跟北京建交 到现在今年也30周年 理论上来讲 今年的下半年 是日本跟韩国重新整顿 它跟中国关系 一个是半世纪 一个是30年 都是整数 所以其实今年应该是中国跟日韩关系 重新调整 牵手走远路的时候 可是现在的日韩 因为韩国的隐习院当了总统之后 以不到一个百分点打败了李在明 成为一个意外的 意外的崛起当选的一个右派的政治人物之后 他所做的各种的地缘政治的操作 是很激烈 而且很大胆 而且方向感是非常的清楚的 而且跟过去的 韩国其实它比较有中间偏左的 尤其在金大宗之后 那个中间在朴朴正熙之后 在卢泰宇在拳斗换之后 韩国的基本上面的就社会情绪 中间偏左的路线 主张就阳光政策跟朝鲜修好 然后打通跟朝鲜之间的冰封的关系 的那种的调子 其实是韩国社会的相对主流 可是这次的尹其岳的当选 把整个过去从金大宗以来说 所铺成的那种的中间偏左的那种的立场 上一任的就是说 文在导的那种的立场跟路线彻底的否定 尹其岳现在是一个空前亲美的状态 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就算是朴正熙的时候 就算是朴景慧的时候 虽然亲美算反共 因为反共而亲美 你可以说他反共 可是你要说他亲美亲到什么地步 还真难讲 坦白讲就是即使是朴正熙 你看他都被暗杀了 很多人都还怀疑 可能是美国在背后在缩死 美国人干的 你看到朴景慧 也不会像尹其岳这么的肉麻 好吧 那尹其岳上来了之后 其实你对于今年下半年之后的 中韩的关系 跟中日的关系 就我个人来讲 审慎悲观 我不会因为今年是中日建交半世纪 今年是中韩建交 我讲的当然是中国大陆 中韩建交30年 所以就会觉得 今年应该下半年 会有一个相对风光的互动 跟庆祝活动 我不觉得 我觉得今天的影席乐跟岸田 我文雄急着要去继承 安倍的政治遗产 这件事情 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了之后 其实他相互的鼓动 整个的东北亚 整个的东北亚 现在反中的情绪 尤其拜登在六月份 拜登在六月份到亚洲 走了这一趟 先到韩国 再到日本之后 我觉得 整个的东北亚的气氛 已经完全改变了 但你说这个改变会是永远的 我也不认为 我相反 我觉得 以影席乐现在 做这么剧烈的调整跟改变 可是他的民调声望 却掉得这么快 当然大家都会说 那是因为韩国的经济不好 那是因为韩国的什么什么 不 我觉得 我觉得影席乐的路线 让韩国人觉得 我要你当总统 我要你关心的 不是这些事情 因此影席乐现在 在地缘政治上面 所进行的 大的战略的转换 方向的转换 他如果失败了之后 他很可能预告着 韩国的右派力量的 一次的回光返照 跟日本是相反 日本的左派力量 几乎已经没有了 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是非常成功的 那日本的基本上面 现在是自民党的 一党独大 谁只有自民党里面的人 在讨论谁要当首相 谁要当老大 自民党以外的人 都不会有机会 未来可能很久 都会是这个样子 自民党已经成功操作到 没有任何的在野势力 可以去挑战他 可是在韩国并不是 韩国如果说 尹熙悦 这样子一种 在意外的情况上上台 而美国给了你 这么多的credit 结果尹熙悦 短短的两个月 他的民调剩一半 那你可以看到 尹熙悦不要说 他一任五年可以坐满 我认为尹熙悦 再过一两年 也许今年的下半年 尹熙悦可能就会受到 来自于韩国的民间 跟在野力量 非常强大的挑战 会觉得这个人望之不适人 人均把韩国搞得一团乱 好 但是不管怎么讲 除非把尹熙悦给拉下 像是尹熙悦把朴槿惠 送去坐牢一样 除非发生这样的事 否则尹熙悦只要还在位置上面 以他最近的表态来看 他会更激进的去亲美 甚至于去亲日 去大幅的想要去在他任内 调整他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要跳脱一种的观念 就是觉得 不要见不得日本跟韩国好 我觉得所有的国与国之间 人与人之间都一样 那种的不愉快跟仇恨 终究应该冤家已解不已解 就算今天中国跟日本的关系 现在卡住了 因为中国的崛起 会让日本觉得睡不着觉 这个是中日之间的结构的问题 可是如果韩国要去化解 跟日本之间的矛盾跟关系 第一个你也挡不住 第二个也不妨乐观其成 因为那种的调整 从韩国的角度来讲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 你不能够说他错 那当然韩国在做这样子的调整的时候 当他不断地把他的脸望向美国 望向日本往海洋看的时候 韩国当然就要开始 要面对到 那他跟朝鲜的关系呢 他跟中国的关系呢 以及他跟俄罗斯的关系呢 怎么办 韩国当然当他已经坚定的 想要跟着日本跟着自民党 要紧紧地排队 那走在呢 走在美国的后面的时候 那接下去呢 他跟所谓的六方会谈的 另外的三方的关系 必然会进入到一个空前的紧张 38度线呢 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事件呢 现在看还太早 应该是不会的 可是 以最近呢 最近看到第一个朝鲜 因为这几个月的时间 当朝鲜传出有疫情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呢 朝鲜非常的安静 虽然在拜登的出访前的时候呢 射了几枚的导弹 那那个导弹 看起来也小儿科 就是放放烟火抗疫一下 第二个 原来传闻说呢 他的宁边的核事报场 可能从今启用 之前甚至于西方的 西方的情报单位呢 释放出说 他可能一个礼拜之内呢 就会再举行核事报 没有 几个月过了 也没动 那他跟中国之间呢 也没有什么呢 他也太紧密的互动 换说朝鲜在最近这段时间 是锁国中的锁国 基本上呢 把自己在里面反锁 还在外头呢 再挂了两个的大头锁 就是把自己彻底锁起来 可是呢 最近 朝鲜的态度呢 开始有一点改变了 你看到他承认了 承认了乌克兰 朝鲜 朝鲜自己家门口的事 他自己的事都解决不了了 但是呢 他还在缴获到乌克兰的战争里面 他承认了乌克兰战场上面的 乌东的两个共和国 他承认顿内四个共和国 他承认了卢干四个共和国 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的独立 这两个共和国跟朝鲜 大概八竿子打的打不着的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做 那基本上面你可以想见 那是在向俄罗斯示好 他也在向全世界拍发一个讯号 就是我朝鲜跟你们不一样 但是我在跟俄罗斯示好 好吧 那他在跟俄罗斯示好 但是跟中国呢 跟中国就未必 因为因为中国对俄乌战争 到现在为止 口头上面都还是中立的 中国到现在为止 仍然保持着跟乌克兰 可以讲得上话 中国并没有呢 去在俄乌战争当中来讲 在口头的表述上面 它有标准的用语 就是呢 尊重每一个国家的主权的独立 那同时呢 也强调就是说呢 对于大国政治 希望就是说呢 对于这些呢 强权国家地缘政治的力量 应该要充分的尊重 中国一直都是保持这样的一个 叙事的态度 中国并没有去承认 乌东的两个共和国 中国甚至于呢 连阿富汗美国已经离开了 离开快一年了 中国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承认塔利班政权 中国在这些议题上面呢 都很谨慎 因此今天 过去大家都认为说呢 朝鲜跟中国的关系很亲近 朝鲜在很多方面呢 跟中国呢都贴着走 错 你在这些事情上面看到呢 现在的朝鲜 他似乎呢 也在 也在 也看出了 就是说呢 中俄之间 有某种的小矛盾 他在利用这种的小矛盾 增加呢 他自己操作的筹码 他在 他在对中国打俄罗斯牌 俄罗斯对 对朝鲜不会发生多大的作用呢 除了核武器以外 俄罗斯本身的经济力量 对朝鲜的当下来讲 除了可以提供你一些能源以外 偷偷的提供啦 因为现在朝鲜是在被制裁的 那 对朝鲜来讲 他顶多他只是觉得 俄罗斯今天跟中国在中亚 在乌克兰等等这些小矛盾 他有了操作的空间 所以当你看到 中国跟朝鲜之间的关系呢 似乎呢 在某种的冰封状态 可是 朝鲜跟俄罗斯的关系却开始没来也去 我说当 当韩国的 韩国的外长 现在到日本呢 去访问日韩的外长 时隔四年多之后呢 重新呢坐在一起谈日韩的问题 而且呢韩国的外长呢 开门见山就告诉你呢 要突破要改善 日韩关系呢 跟中日 跟美韩关系 没有问题啊 可是你同个时间呢 你就看到 俄罗斯的外长 拉夫罗夫呢 即将呢到平壤去访问 为什么到平壤去访问呢 不会是王毅 而是拉夫罗夫 你就知道朝鲜呢 也在玩 所以现在 对于东北亚的情势来讲 在玩的 一个是尹锡悦 另外一个是金正恩 尹锡悦跟金正恩呢 这一轮的角力呢 已经开始了 而大国呢 都是被玩的部分 那中国会如何去面对 面对到呢 就是说东北亚的新情势 我觉得中国还在观望 那个态度还没有出来 中国对于呢 修改 修补呢 跟日本 跟韩国的关系 还没有决念 还没有死心 我也不是说 一定就会很糟 因为双方面的 依存度越来越高了 可是如果你大胆的判断 就是说 中日中韩的关系 今年下下半年呢 会春暖花开 到了秋天的时候呢 就会非常的如何如何 我的看法呢 是相反的 中国未来的一段时间 他会把更多的精神 更多的重心 在做内部的整顿 包括了20大习近平的 第三任期 包括了当下呢 中国的经济转型 中国呢 在如何呢 在下半年的时候 让交出呢 漂亮的经济的成绩单 这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 可是对外部政治的部分来讲 中国尤其对东北亚 可能会采取比较保守的方式 唯一例外的就是呢 我之前讲到过 我认为中国在拼经济 这件事情上面 从中国的板块来讲 我认为习近平的政府 会有三个重点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新疆 还有一个是东北 那习近平最近已经去看了 看了香港 去看了新疆 东北呢 一直是中国呢 各个区块当中的 经济发展 落后大盘的地方 中国如果发展7% 那东北大概就5% 中国如果有5% 那你发现东北 大概只有3% 中国就一直都是 落后大盘 拖累大盘 中国作为 东北作为中国的铁锈区 如果要走出 不一样的格局 它必须要去突破呢 它跟朝鲜 跟俄罗斯的关系 朝鲜现在开始 在做东北亚的一些的操作 中国会不会去正面回应 正面看待 让整个朝鲜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区 以及东北 一起进入到一个 一个新的地缘经济的 发展的格局 这个是呢 另外一种的可能性 是我关注的重点 我觉得它的可能性 仍然是蛮大的 因为对三方都好 可是因为呢 现在呢 主动呢 在做操作的 是平壤 所以我不确定呢 中国大陆的态度呢 会是如何 但是呢 如果中国大陆 给予正面的回应 那就是香港 新疆 东北 这可能呢 就是呢 接下去 中国呢 要拉台的三个经济区块 好 感谢呢 收看呢 今天的星期天的 雅虎TV 感谢大家呢 陪我聊天 下个周末见 拜拜 Yaho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